好 現在來看這個智慧型的切削 那我們看到這個出車大概在切這個 初切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這裡不切 那明明這個直徑是可以切進去 比這個還大 為什麼不切呢 我們來看一下單解模擬 這個地方切表端面然後 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地方36 這個地方直徑是35 照理來說一般的CAM都會把它切到底 OK 那為什麼它不切呢 因為切到底的話 剩下的1mm其實待會 待會我們測完初切 表面會再切一次 一般的 軟體就是這個初切完之後 表面會再切一次 那這個地方 切削效率就不高了 因為剛才只剩1mm 表面只剩1mm 單邊只有零點幾而已 那你這樣再切過去 剛出車的時候 再切過去 那這一刀就是浪費掉了 所以我們看到它這個智慧型初切的時候 它到這裡切下去 所以如果底下一個面 剩下流量太小 它就直接給它omit掉了 這樣這裡呢 就可以節省它的這個切削時間 然後再切開 再切開 再切開